嗨大家好小一智 这一集开箱HumanMade这一季发售了这个棒球3外套 然后深蓝色的这一次只有发售一个这个深蓝色 然后这一件的话也非常热门 一发售就完售了 然后现在二手市场的这个在售价也非常的高 好那一样就是为大家做简单的开箱分享 那先讲布料好了 布料的部分它是选用比较厚的这种棉料 那穿起来会比较垂坠感 但是缺点就是会比较热一点 那因为这是秋冬初的单品 所以可能这是有季节性的这个考量 OK 好然后在布料的部分就近代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种里面有点小包包的像刷毛的这种材质 这种纯棉料 那厚度真的是满厚的 虽然现在看不太出来啦 就尽量拍 好然后也要静带细节 在领子的部分 这个有做松井的这个设计 好然后就也是很美式休闲的这个棒球山外套 好那在胸口的部分 这是用布章的这个绣上去的设计 给你们看一下 静带 好然后在棒球圣山的左下角 这里有这个布织布的这个也是贴布设计啦 那这上面的HumanMade是刺绣 绣上去的哦 你们看一下细节 好然后再来两侧有口袋 OK然后再转过来 背面的话跟胸前的这个布章是一样的材质 就是算是布织布的这个材质 然后车上去的 你就还要死 好大致上是这样子 然后这件一定会有防品 所以一样细节也在影片中留给你们 你们未来有人有兴趣要去搜啊 或是什么的都可以做比对 看一下没有对焦 OK好 那喜标是比较重要的 那像HumanMade 如果你找不到尺寸在哪里的话 就去喜标这边找 他这边基本上都会有 尺寸是L号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最后版型的部分 我身高177体重75 我现在最近比较瘦一点点 那身上穿的是XL号 这种这类的美式休闲单品 我比较喜欢穿宽松一点 然后比较有那种感觉也比较好看 OK两侧的口袋 就真的很好看 背面有设计 我再转一圈给你们看 OK那大致上这部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然后近期YouTube的追踪人数 刚破1700 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 愿意追踪的你们 然后现在Instagram也是会发布 但是就是发布比较少的影片 然后因为由于上传的这个限制 话数没那么好 那高清的话 高清版本就再麻烦到YouTube上面去观看 好那一样有商品类的需求 或是其他疑问 欢迎在来讯联系 拜拜